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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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個上面是不是接了一個第四個零件 對不對 但是這個第四個零件我剛沒想好啊 傷腦筋 修改一下 但是修改可能又會 來喔 我們現在看這裡 第四個零件是不是圓圈圈要對準它 是不是 看一下 這怎麼做比較好呢 來 我們這個圖再編輯一下 這一個喔 這個不要讓它垂直 我把它刪掉 希望不要出問題 我覺得等一下會出問題 這一個要讓它這樣子 這裡貼其它 做 那個 這樣子 這樣子 你說到這樣子有什麼不一樣 這樣子有很大的不同 你看一下 現在這一根是不是垂直往上了對不對 我們再讓它跑一下看看 我看看這樣子會不會出問題 來跑一下 這根是不是垂直往上了 因為等一下那一個 那個活塞啊 是不是也是垂直往上 是不是都不變 因此我們調整一下喔 看一下有沒有問題 有一點問題 有沒有看到這邊跑出來 來我現在把它變成是實體 看看 如同喔 現在看它跑有沒有問題 等一下 暫停 看一下 看一下 我看一下 這個怎麼會跑這麼上面 我調一下 調一半 有沒有看到它跑掉了 有看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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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那一個也是有作用的齁 欸 這樣怎麼辦呢 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個物件 它的按右鍵 它的Assembly Edit placement 欸 不對不是這個 是這一個 這個按右鍵 有一個 這點兩下 這一個 如果出現紅色的字 這個就要小心啊 不要搞到後來閃退 閃退就麻煩了 它現在的問題是第三個點 唉唷呀 等一下 它現在的問題是第三個點 是這個邊喔 我已經把它改掉了 那要怎麼呢 我想想看 我要怎麼做會比較好 我先 關閉 我先調一個 比較舒服的角度 我才看得清楚 因為做這樣子 有人覺得太複雜了 這個圖是不是太亂了 對不對 是不是太亂了 看不懂 那怎麼辦 我跟你說很簡單喔 我現在Part6都把它 這個留著 其他都按空白鍵 隱藏起來 你可以把不必要的東西 都隱藏起來 包括前面 前面這個Part1 喔這個是組 組框 這個不要拿掉 然後後面的那個 螺旋槳有沒有 螺旋槳都把它拿掉 Part3是這一個 這個不要拿掉 Part2是這一個 這個也不拿掉 Part8是 這個老也好啊 這個時候你整個模型 只剩下這樣而已 這樣看起來是不是清楚一點 線條才不會那麼亂 那線條不會那麼亂 我先存起來 再叫一次這個出來看喔 這個 你看一下我現在跑嘛 現在跑 跑模擬 跑到這個 有沒有看到 這邊 180度的時候這裡出問題了 出問題了 我現在 加一個新的東西 看一下這裡喔 這個走在這裡啦 這個走在這裡喔 然後前面那個走在這裡 前面那個走 我就把它隱藏起來了 那這樣怎麼辦呢 你剛剛那個走 是不是在中心點 是不是在這裡 可以接受嗎 好我現在做一個新的東西 現在一樣選這個圖 Assembly對不對 然後選這個 有沒有看到有一個叫 New Point 新的點 加入一個新的點 那這個新的點就叫Point1 可能隨便它 然後這個新的點呢 看清楚喔 我要來連接到這一個點 這裡是不是有一個點 有看到嗎 這裡啊 這裡啊 這裡是不是有一個點 我把它變成是線框模式好了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一個點 有看到嗎 所以我連接這個物件 連接這一個點 小心一點喔 點它 有沒有看到Vortex3 然後選擇 我就選擇Vortex 接下來喔 要來調整一下它的位置 因為它現在是重疊啦 我看到怎麼選 我看一下 Z 是不是Z 不對不是Z 有沒有看到選Z的話 這就跑出來了 我不是Z 我選 好這裡 Y有沒有看到-3 是不是多了一個點 是不是多了這一個比10 有看到這裡有一個比10嗎 有看到嗎 好OK 然後 剛剛第三個body的按右鍵 我的阻力 是不是 這一個軸啊 這個走按右鍵喔 它這邊的編輯 它本來是第一個點在這裡嗎 第二個編在這裡嗎 接下來第三個是編 我不要選編了 我第三個這裡選擇這一個點 選擇這一個點 這個點 Point 然後OK OK之後 我們來跑跑看喔 OK之後我們來跑跑看 欸 這個交出來 來看它會不會有問題啊 RUN 等一下我看看STOP 好像有問題 這裡出現驚嘆號了 按右鍵 Assembly Edit placement 這邊這裡喔 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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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把它刪掉喔 刪掉 刪掉 第一個點是在這裡 第二個選線是這裡 第三個選點是這裡 然後選OZX 一樣OZX喔 OK 欸為什麼你這個 我跑一下好了 不行這個在這邊沒有動 STOP 欸我畫一下咧 我這樣子是為了避免要再畫一個很麻煩的東西啦 不然就要再畫一個平面圖喔 那個超級麻煩的 來這個按右鍵 Assembly Edit placement 你們一開始先把它刪掉好了 刪掉 刪掉 一開始選這個點 然後接下來選擇這個邊 這樣子是對的 接下來第三個reference 選擇 這個點 Fail 他說Fail 好吧 那我如果說刪掉 我第二個 第二個選點 第三個選邊 這樣可以嗎 這樣也是有問題 OZX 這樣看起來可以 選的順序就不一樣了 來再跑一次看看 跑一次喔 等一下 我把 把它叫出來 現在變這樣子 再調整一下 這裡按右鍵 Assembly Edit placement 這邊轉90度 轉90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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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對 轉90度 好 對了 你看看 這個這樣不對 這個 1 變成0 0 0 我看一下 你這個 一改全部的其他東西 都要改 這樣子看起來是對的 那我們跑一次看看 跑一次看看喔 我現在是多加了一個點 我看看這樣子有沒有問題 為什麼 為什麼多加那個點 我等一下再來解釋喔 現在看起來會不會有問題 不會了 現在看起來是不是沒有亂跳 那我解釋一下 等一下多加那個點的目的是什麼 我先把這個都隱藏起來 因為有點亂 你可能看不清楚 我請教你一個問題喔 這個線 跟這個點 是不是 乘一個90度 因為這個點是不是在這個線的垂直正上方 剛剛這個功能本來是這條線 我在畫這條短的線的時候 是不是跟你說跟這個去做垂直 可是現在這個線 為什麼我要保留這個線呢 因為這個線段 等一下要來放這一個啦 不好意思喔 所以變成說我要在這個空間裡面 插入一個點 我通常是不插入點的啦 你知道為什麼我通常不插入點嗎 因為點很難看得到 而且點很難對 我比較喜歡畫一大堆垂直的線 可是這一個case 我如果 現在這一個地方 我如果不在這邊畫一個點的話 你知道怎麼辦嗎 你要畫第三個草圖 就只為了放這一個東西 那就會很麻煩 是不是啊 我現在是不是最好一個草圖 能夠放兩個物件 這樣子是不是就簡單很多 好那 看一下喔 現在這張草圖繼續畫喔 現在這張草圖這樣子 因為它是這樣子嘛 我再畫一條線 再去做垂直 現在我看一下這個高度是多少啊 這個的高度是30 我們弄個 從中心點到這裡是30-10 20 給它弄個20好了 弄個20之後 我再畫另外一條短的線 跟它做垂直 這個也是5啊 這個5 好這樣子 那我們來看它怎麼跑喔 下面的我不管了 下面的跑起來是對 我們看上面的 上面的看它怎麼跑 這個按空白鍵隱藏起來好了 看一下 現在讓它跑跑看 有沒有看到這個 現在是不是這樣子跑 是不是上下這樣子垂直的跑 好來 那這樣子Stop 接下來就可以再加一個新的 新的齁 在這裡 看一下 Assembly這裡齁 我們再做一個新的草圖走 這個已經是 ASEMLCS3了 那我這個東西的第一個點在這裡 不要去點這個鼻子啊 為什麼這裡也會有一個鼻子 點這裡 第二個是這個軸 第三個是垂直的這個軸 然後一樣做OZX 好OK 這邊就一個新的垂直找圖軸了 有看到嗎 先存起來 然後這個是第幾個零件 第四個零件 我們把第四個零件加進來齁 第四個零件 第四個零件加進來之後 它要對應的是這邊 所以很簡單 先改名字 part04 part4 底線body 存起來 複製 然後到MOTO這邊的parts 這裡按右鍵貼 右鍵貼上 貼上之後 我把Assembly這裡先關起來 Assembly這裡先空白鍵 好這個在這邊 這個在這邊其實很簡單 我就挑 我現在 這個零件給它一個新的座標軸 叫part4 LCS1 然後選擇這個圓圈圈 做Concentric OK 就選一個邊就好了啦 好存起來 好接下來就是有趣的時候喔 先把它按空白鍵隱藏起來 再把Assembly叫出來 Assembly叫出來齁 插入第四個零件 然後它對齊這一個座標軸 欸不對了 它不是對齊這個 它是對齊這個 對齊這個 LCS3 LCS3 對齊 為什麼 LCS3是在這裡 等一下 Cancel一下 LCS3 這是什麼 這是LCS幾 這是LCS2 LCS2 還在這裡 我覺得亂掉了 沒關係喔 看一下 如果亂掉的話 那就沒辦法了 就是要乖乖的看一下 Stop Close 第 第九個零件 還是第幾個零件 這個第二個零件 第三個零件 在這裡 我的天啊 他又跑掉了 唉 上腦筋啊 第四個零件 所以 看一下 他現在給亂跑了 他又給我亂跑了 難怪那個點會跟上來 超好笑的 好 我知道了 罪魁禍首就是剛剛拉出來新的線 線如果沒有一開始畫出來齁 唉 就會很麻煩了 有沒有看到 好啦沒關係啊 那改一下好了 Stop 改一下喔 這個點是什麼 因為我一開始 這就是我不對啦 我一開始沒有先想好 所以 那個 點齁 點他就會亂跑 點會亂跑就很討厭喔 好啦 我們來把 LCS2 這個齁 在 我先把那個點 調整一下會點齁 這個點 按右鍵 Assembly 這裡選Editor 他 他對這個點了 所以現在選這個點把他對過來 對過來 他對過來啊 這個是Vortex4 好 Vortex4 那麼剛剛那一個 剛剛這個PART3這裡 PART3就是上面這一個嘛 按右鍵 Editor Placement of Part這裡齁 不對 這裡啦 LCS2這裡 Editor Placement of Part這裡 這裡 Vortex3 改成Vortex4 他就掉下來了 OK 看到嗎 OK 我們來跑跑看好 你如果沒有一開始 你看一下齁 這樣子 那這樣子還是不對齁 因為他 他這樣子是垂直的 他沒有 他沒有 對這一個 看到嗎 Stop Close 這個就是這個的問題 這一個按右鍵 Assembly這裡 Editor Placement 我們再重做一次好了 重做一次齁 調整一下 第一個是Vortex4 第二個是Point1 第三個的線是這裡 這應該也不是H2啦 H3 有沒有看到H3 好OK 那這樣子應該就修回來 但是這種事情 這種事情老實說很難管齁 因為 看一下RUN 這種事情為什麼很難管呢 因為你沒辦法一開始就把所有的東西都想過一輪 除非 你這個模型已經組裝過了 你如果組裝過的話 你一開始就可以先把它想好 但是你如果 沒有組裝過的話 你勢必要修修改一改 懂我的意思嗎 那你可能會說 老師你不是裝過了嗎 為什麼這一次也要改這麼多 我之前裝的是用比較麻煩的地方 我跟你講我之前做的方式怎麼做 我之前做這一個 是不是畫一個草圖 畫骨架對不對 這一個我又另外畫一張草圖做骨架 我覺得這樣子太囉嗦了 我現在是不是一張草圖就放這個跟這個 了不了解 現在的目的是這樣子齁 所以才會要改這麼多地方 好那這個的話 再做修改齁 現在這樣子應該就不會有問題了 然後它的點是在這裡 這是LCS幾 LCS3 這個邊是在這裡 H2 然後接下來線在這裡 這個是多少 H1這個都對了 那都對了之後 接下來 Body04這邊就很簡單了 這裡按右鍵 我們選 Assembly Edit Placement 它是選 這一個 OK 一起找一對 有什麼東西在這裡 看一下 這個在哪裡 第四個 這個的LCS3 LCS3在哪裡 它為什麼還在這裡 看一下 按右鍵 重做好了 我再選擅調重做 擅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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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點是這一個點 接下來是這一個邊 接下來是這一個邊 然後OZX 好上來了 OK 接下來是這裡 按右鍵 Assembly Edit Placement 這裡 好上來了 這樣子總算對了 轉一下吧 轉 這樣子方向對了 再轉 轉 轉 不對 轉 看一下 前視圖這樣子對了 右視圖 右視圖要調整一下 看一下 7不行 6太小 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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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OK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把剛剛那一個 第六個是 這一個嗎 好這一個 好這一個 好來存起來 我們來看一下這次對不對 看一下 選RUN 現在這個對了 上面也對了 這個轉太慢了 Close 我現在不要一次轉一步了 現在轉一次轉5度角 好這樣子跑比較快一點 有看到嗎 這樣子動作就對了 有看到沒有 我選擇 右視圖來看好了 右視圖來看看會不會飄掉 這樣子是不是也不會飄掉 這樣不知道 這樣可以理解嗎 你可能會說 老師你一直在蓋齁 蓋得很亂的我都看不 我跟你講齁 其實你把握一個原則啦 STOP 你把握一個原則啦 點 除了這一個點 因為這實在是沒辦法 除了這一個點是生出來之外 其他是不是點跟線 點跟線 然後你的方向 你這一個物件 是不是沿著這個方向 然後 這一個物件 是不是沿著這個方向 是不是 然後接下來要一個90度的 讓它去做對齊 這樣子才可以拉出一個 正確的走出來 你只要把握這個重點 這個 你現在聽不懂 我在講什麼 很簡單 你做的不夠多 你多做幾次你就知道我在講什麼了 了不了解 講白一點 這裡是不是有六隻腳 你六隻腳 你做一次你就知道我在做什麼 了不了解 做錯了有問題還可以修回來 那我這一種做法 我這種做法的好處是 我是不是一張草圖二 就可以同時帶動一個零件跟兩個零件 這樣比較好 這樣子會比較好做 好 先這樣子 你如果不懂的話 就之後看影片了